不少民眾加重的電話就像這樣子一樣 不會顯示來電號碼 NCC也將在7月中下旬推出 只要民眾接到的電話是來自加8869 就會出現這段錄音 以防有民眾上當受騙 辦公室不約而同 每一支電話都在想 這是到底接還是不接 讓民眾好困擾 就怕接到的是詐騙電話 也擔心錯過重要來電 不少長輩就是接到詐騙電話受騙 現在NCC也將開始阻止衛造號碼 民眾只要接到加8869開頭來電時 就會先聽到約7秒的國台語警示 直到都一聲後才會再接通 而這7秒電信業者強調不會增加費用 事話預計會在7月中下旬上路 而手機則預計10月上路提醒民眾注意 NCC分析詐騙電話發現9乘4加886開頭 所以NCC與電信業者合作 推出境外偽貌來電語音警示功能 NCC分析辦公室裡面比較不可能會被詐騙 因此先針對家戶電話實施 預防在家中使用示劃的長輩上檔手片 就怕像這樣長輩接到假檢警電話 以為自己有案件在身 明明都已經告訴他是假的 甚至還覺得詐騙的是警察 讓遠警苦笑不得 只希望未來民眾在接到詐騙電話時 聽到這段錄音 可以更加謹慎辨別打電話來的人 是真還是假 才不會讓自己成為詐騙集團 眼中肥押 TV新聞華麗塾佩宇 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